早安youtube,我是藤雲 Ohayou Youtube,Fujiraです 我是一個線上日文家教 在這個頻道會用淺顯易懂的方式 分享初學者也沒有懂的日文知識 這次我們要來看他行 日文叫他行 就像上次說的 這行並不是直接照母音的規則來發音 而是有兩個例外的發音需要同學特別注意 では始めましょう 首先這行的開頭是子音T 所以第一個字是很正常的TA 羅馬拼音TA 請各位拿出紙筆按下暫停照著圖的筆畫寫 不過寫平甲名時不要寫的過於筆質 平甲名比較圓滑而且流線型 要記得這個字可以記TAKO這個字 是章魚的意思 所以章魚燒就是TAKOYAKI 下一個字照理說應該是羅馬拼音TI 可是7這個字羅馬拼音是CHI 如果要講的更為學術 就會提到平文是羅馬字跟訓令是羅馬字 平文是CHI訓令是TI 由於估計上平文是比較常用 所以聽起來就比較接近CHI 但各位當然要多聽實際的日文發音 比如說聽我這個影片的發音也可以 多去熟悉這個字的發音 另外這個字有點像反向的S 但是S的書寫體是沒有連在一起的 G是一直連在一起的 要記得這個字可以記一G 這個字是E的意思 如果重音改變EG會變成位字的意思 漢字也不一樣 這點也很有趣 下個字也是例外 如果照規則應該是TU TU 但是這個字是TS 羅馬拼音TSU 要記這個字可以記 E此 何時的意思 就是英文的WHEN 這是一個很常用的疑問詞 要問什麼時候的時候 就是用這個字 E此ですか 就是問什麼時候 接下來就比較正常啦 羅馬拼音TE 念作TE 也是一筆劃結束 其實TE本身就是手的意思 不過我們可以多記 TTSU 是鐵的意思 記鐵的話可以順便複習吃 一舉兩得 最後一個是羅馬拼音TO的TO 這個字的話我們可以記 ATO 漢字是後 是之後的意思 好的全部串連起來就會是 章魚TAKO 的位置 IJI 什麼時候 E此 告訴我 老鐵 TTSU 之後 ATO 再說 他行的字主要希望大家注意 發音跟筆劃的圓弧度 其他的部分就還好了 那麼我們下次會進入 那行 有大家最喜歡的人喔 謝謝你收看我的影片 如果想要看到更多關於 學習日文的訣竅 歡迎按讚訂閱小鈴鐺我的頻道 星期三圓 では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星期三圓